尊敬各位狼友 那么UFC3 这里边 游戏里边有CAM 彭克 大家 喜欢看摔角的朋友们知道 CAM彭克是 WWE里边的 前摔角冠军 那么他也参加了UFC 格斗比赛 好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他和李小龙 之间来一场对决 CAM彭克 彭克 那么他在UFC 打了两场比赛都输了 成绩不是特别的好 这是为什么 他从WWE 转到UFC 不是很好 成绩不是很好 实际上这两个人 都不是UFC的选手 李小龙也不是 李小龙是纯属在游戏中出现 我们来看看李小龙对CAM彭克 当然CAM彭克已经40岁了 他在他在去打UFC 实际上是一个老将 是个老人 职业摔角选手 WWE冠冠军 他实际上是一名美国选手 李小龙实际上是美国人 李小龙这是公寿巨星 公寿巨星 两人31岁对39岁身高1米7 李小龙身高1米7 CM彭克身高1米85 非常期待这场比赛 李小龙经典的这个预备动作 CM彭克 来自美国芝加哥 CM彭克 这动作好像是在李小龙电影里经常出现了 准备预热 预热的动作 CM彭克就有绝对的身高优势 好 现在让我们比赛开打 好 李小龙 看看李小龙 CM彭克就会赢了 看一看CM彭克最后到底就决定谁会赢 看一看CM彭克最后到底就决定谁会赢 看一看CM彭克最后 李小龙 李小龙 李小龙将CM彭克打军 继续打 其实这个彭克他的拿手绝技应该是摔脚 他就摔 哎小倩小倩李小龙 李小龙飞转 李小龙连续出招 李小龙需要注意一下体力 哦 big left hook there mid way through round one back to the jab now no good 碰哥想抄李小龙的腿 但是没有抄到 李小龙踢得好 李小龙晕了 李小龙在晕 好 转身这一拳 打中了彭克 李小龙的出拳速度非常快 出拳出腿速度非常快 虽然彭克有点晕 彭克没有将李小龙成功的抱住 李小龙一直在使他的转身回旋手 一回合马上结束了 这一脚 这一脚踹得非常的漂亮 一回合感觉还是李小龙更占上风 美女又换了 彭克晕了 李小龙应该抓住时机 抓住时机猛攻 他可能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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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龙这一脚就将彭克给踢晕了 李小龙赶紧上啊 彭克将李小龙 差一点 抓住李小龙腿 但是没有成功的将他摔倒 好 好 现在李小龙稳针上风 现在李小龙稳针上风 看能否调出的造型 这就换了 抓住 필요的颈报 这正常是动手的 手趾 球 打赶紧 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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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两拳打得非常的精准 诶 鹏哥又被打晕 这个拳躲得好 诶 漂亮 这果然就是用上了摔脚 摔脚的这个招式 看一看 小心鹏克 鹏克他的这个降伏 降伏技 中方这样抱在一起 第二回合结束 双方依然没有分出胜负 但是第二回合感觉 依然是李小龙占据上风 第二回合 哎 李小龙晕了 这个鹏克的刚才一个勾卷 将李小龙打晕 哎 漂亮的一脚漂亮 哎呀 倒了 鹏克倒了 李小龙将鹏克打倒 小心鹏克 小心鹏克那个降伏 哎呀 哎呀 鹏克现在压着李小龙 哎呀 鹏克现在压着李小龙 不要忘记摔脚是鹏克的拿手好戏 拿手的绝技 因为他是WWE出身 他是摔跤职业摔脚选手 哎 坏了坏了 鹏克缠住李小龙 要使用降伏技 李小龙危险 坏了 哎 差一点啊 李小龙显中求生啊 刚才差一点就被鹏克给降伏 他双方在这个缠斗 互相摸 互相 互相再摸 啊 鹏克的抓住李小龙的胸部 什么动作 这是什么动作 哎 第三回合结束 看来这是一场 这场较量啊 真的是有想象中的要长 这个举牌美女感觉很漂亮 非常漂亮 好 第四回合开始 双方到目前为止呢 感觉还是势均力敌了 我感觉 但是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互相在对视 互相都非常的谨慎 哎 李小龙一个高抬腿 双方都在找机会 都在找对方破绽 AACM的鹏克 试图想将李小龙摔倒在地 但是没有成功 漂亮 李小龙将鹏克打倒在地 又开始地面沉斗 彭克又开始要降服李小龙 看看彭克 看看彭克要怎么来 这什么招式 想锁猴李小龙 没有机会 彭克在找机会 一直在找机会 小心彭克 好可怕 双方的地面 缠斗 第四回合结束 这场比赛啊 非常的精彩 非常激烈 打满五回合 才能分出胜负 这一拳非常漂亮 彭克给击倒在地 好 最后一个回合开始 要小心 彭克的体力不多了 毕竟彭克的年纪 要比李小龙要大很多 在这场比赛中 彭克39岁的高龄 彭克有点危险了 彭克有点步履盘身 坏了 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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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李小龙 一腿 Extension 贏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让我们来回放一下 这一脚踹得相当的准 一脚KO 我靠 这李小龙拿手的这一踹 正好在他那个位置 正好在他那个位置上 李小龙赢得了这场比赛 这是我玩的UFC3的第2场 李小龙的比赛了 之前做的一场是李小龙对康纳 李小龙也赢得了一场比赛 现在李小龙是两连胜 那么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一集再见